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炸猪排 那说是炸猪排好,其实什么部位都可以用 只要一整块大大的,整整齐齐的 我们把它切薄,拍松,都可以炸 我最喜欢用去骨头的大排 像这样去掉骨头的这样一块大里鸡肉最好 因为呢,我们家常做菜,不方便起大油锅 那有骨头的话呢,不容易煎透煎熟 而且呢,用一般的平底锅,一不小心还容易滑破锅 那如果买回来整段的,就自己破 那一般呢,我们切成一块的厚度呢,在1.5公分 这样的厚度最合适 那如果你切得太薄呢 像薄纸那样,没有绞劲 太厚呢,也不一定好吃 而且呢,不容易煎透 那肉上好,如果带一点肥肉没关系 煎出来会香香的,不要给它去掉 然后我们用刀背给它敲一敲 敲敲松 那反过来这边敲的时候呢,要跟刚才一面的纹路成十字形的敲 这样不管这个纹路怎么走向,都可以给它拍转了 最后呢,检查一下 如果这个肉边上有筋的话,你可以看得出很明显有一块筋的话 你就把它切断 如果你不切断的话,它受热以后,有可能就会卷起来 拍好后,我们就撒盐 那如果你心里没底的话,我们就这样一片一片撒 撒一面就好 拧蛋物咸 蛋的话,我们可以补救的 然后撒一些料酒 先捏一下,给它入味 然后打鸡蛋 如果就三四片的话 打一个鸡蛋就够了 然后给它理一理平 让它静止一会儿 长短不限 十分钟,二十分钟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可以 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一张塑料纸 或者塑料袋 要干的 这样呢 这样又好工作 又好打理 待会儿 面包粉 就直接倒上去 不要倒太多 不够再加 用筷子 把肉直接加到面包粉上 先不要用手 先不要用手 这样按一下 翻个面 然后我们再用手按 这样呢,手就相对会保持干爽 不会沾到很多面包粉 再做第二块 再做第二块 就完事了 那如果你一下做多 我们就可以把它冻起来 这样铺平着 等接冻后呢 就可以把它放进塑料袋里面 那煎的时候 平底锅 放薄薄的一层油 油 油温六七分热 猪扒下 就这样温温的火 煎大约三四分钟这样 我们再翻面 正面反过来 也要煎个三四分钟 到最后呢 转大一点的火 油不够呢 锅斜一点 让它煎到金黄控油起锅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看一下 だけ可以 敬松